我去,小迷,你怎么变成油腻大叔了?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啊 由于我家里停水停电一个月 我身上已经发霉了 现在只有帮我洗澡 才能恢复我貌比漂亮的容貌 且,那还不简单吗 有我在,保证让你恢复如初 那我就先提前谢谢你全家了 第一关根本不需要任何技巧 直接将开关这条路打通就可以了 怎么样,小迷,这不就轻松搞定了吗 啊,对对对,只要不是眼瞎都能一遍过得好吧 我去,这第二关错综复杂的该怎么过去啊 且,第二关看似复杂 但是我们只要倒着清除方块 不就等于化繁为简了吗 其实我也知道 只不过是想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而已 对对对 小兔子,你这效率简直比乌龟还慢啊 算了,时间不等人 接下来我们还是分工合作吧 嘿嘿,第二关这不就被轻松打捏了 好家伙 第三关的障碍物更多了 话说又该怎么过去呢 那还不是游手就行 我们同样按照第二关的过关方法不就可以了 好了 底下的方块清除的差不多了 再接着由下往上开始清除 我去,兔妹妹,你这路怎么越走越偏了 按照你这个方法,开关是不可能被全部清除掉的 且,清除开关还不简单吗 我只需要先这样再那样就可以了 清除两个开关后 只需要把两条路相连就能搞定了 噢,造成的玩意儿 是吗 麻烦你这大眼睛看清楚再说话吧 咋 我去,这水怎么停在那了 兔妹妹,你还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智商250啊 难道你不知道迷你的水最多只能留八个远吗 算了算了,接下来还是交给我吧 我只需要将这边的路打通就能成功将水引到下面了 接下来的第四关,看我同样估计重施 先从最下面开始清除 我去,兔妹妹,你是专门过来捣乱的吗 一会儿再乱来,小心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去,这一关看着也太难了吧 小迷,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咋 可恶,你个灵质脱逃的家伙 后面还有这么多关卡 伙伴,你没能助我一臂恢复正常吗 我可不想一辈子都是油腻大帅